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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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我是Sandra 這次我們來銅鑼灣喝茶 地點是非常近港鐵站 走路環境也不錯 這次我們來是吃下午茶 這間酒樓是星海會 讓我們一起去試試 如果坐港鐵來 只要在銅鑼灣站A出口出 上來時代廣場地面後 轉左走 對面就是利母台廣場 上五樓便是 走進酒樓 見到環境很漂亮 先見到長長的樓梯 佈滿了粉紅色的花 用來做婚禮場地很適合 我們是2時左右 差不多坐滿了 但都立即有位 這裡全部都是圓桌 可能四人桌就不多 所以安排了我們坐在六人桌 氣非常闊落 這裡的樓底很高 很有空間感 最搶眼的是天花上面的燈 看真點是一條條透明的魚組成 裝修挺不錯 看點心紙 這裡是首寫落單 喊茶時段是2時01分至4時 有些優惠的點心 和炒粉麵飯 我們點了這幾款點心 看點心價錢 星期一至五 早茶和喊茶 是由小點28元至特點42元 而星期六日和假期就貴少少 而茶位是18元或者15元 今日喊茶時段就是15元 點心款式也不少 精點都幾多款 另外有田園時梭 有煎炸焗的點心 有腸粉 我們點了春風得意腸 另外甜品也挺吸引 我就想試一下椰汁桃膠燉鮮奶 本期推介就有這些 我就點了京村紅油抄手 至於小籠包和雪山叉燒餐包 在喊茶餐那裡已經點了 另外有特色小食 這個老水豬腳仔看來很好吃 所以也點了 剛才一坐下就送來了一盆熱水 是用來洗餐具的 還給了一個夾 因為水真的挺熱 這裏很好 這樣洗一定很乾淨 而茶我們就點了普利 茶味道也OK 就不會太淡 首先是到了蝦餃 一籠是有四粒 喊茶價錢是39元 它賣相也不錯 是有金箔在上面 蝦餃看起來也挺飽滿 裡面的蝦也挺多 口感也爽口彈牙 味道是剛剛好 而皮就乾身煙韌 就不會黏黏黏 整體也挺好的 之後是灌湯小籠包 它賣相幾特別 一籠是有三個 喊茶價錢是35元 這樣放些小籠包 真的比較容易拿起 是方便很多 它包的尺寸就正常 就不算很細 先點點醋 不過醋就沒有放些薑絲 是差了一點點 一咬下去是很多湯流出來 而豬肉是很鬆軟 是很有空氣感 還吃到有些薑的味道 可能想把薑放在餡料裡面 所以醋就沒有薑絲 這個小籠包也做得挺不錯 接著試一下紅油抄手 大點價錢是38元 點心紙就是寫著一份有六粒 不過這裡只有五粒 是少了一粒的 餡料是有豬肉 還有些菇 另外有些蔬菜 可能是紹菜 吃下的蔬菜比較多 所以有點咬口 醬油就不太辣 是甜甜的 還有些蒜的香味 皮就不算十分薄 不過硬硬硬硬 我覺得也不錯 也不錯 之後是老乾媽蒸鳳爪 價錢是31元 看樣子顏色是不錯的 比較鮮色 就不會黑黑黑的 也不會煮到爛了 吃起來很有膠質的感覺 味道也剛剛好 還有它鳳爪尺寫大小 就不會小 腳就不會太嬌瘦 另外老公是吃到有八角香料 它醬汁是不錯的 是多香 這個是雪山叉燒焗餐包 價錢是35元 一份是有三個 是普通大小 它的樣子是白酥酥 都可以 拿起手是熱的 叉烧馅看来多饱满 肉就不会太少 也不会太深色那只 入口是挺好吃的 还有它的叉烧就不会太肥 肉质是挺好的 一丝丝 就不会一块块 入口味道刚好 就不会太咸 而包的面层是脆脆的 是挺好的 这个是春风得意抢 价钱是42元 样子看起来都不错 不过我比较少见腸粉这样摆 所以似乎份量比较少 上面有很多蟹籽 看起来是比较矜贵 看起来的腸粉也挺薄 另一层是妄脆 剪开里面有虾 另外加了一些醬油可以蘸 入口感觉是挺脆的 特别是加了些蟹籽多了些鲜味 所以味道比我们吃开的更加丰富 配搭是多好 口感也非常好 是多了层次感 只是份量比较少 这款小食是老水猪脚仔 价钱是68元 我第一眼就要看看猪毛有没有清理干净 因为我真的很怕吃到猪毛 这个真的处理得非常干净 还要是起骨 真的值得一赞 吃下的肉质是非常浓 是很幼嫩 而皮就不会太厚 可能因为是猪毛 所以特别幼滑 还要起骨头 真的很棒 而老水味也刚好 就不会死咸那一只 份量也不会太少 是值得一试的 最后要试一下甜品 是椰汁桃胶炖鲜奶 价钱是38元 我初初以为是姜汁壮奶 是凝固那种 来到只是鲜奶 是有点失望的 看到里面有一大块的桃胶 真是几夸张 入口椰汁味是几浓 是几香 就不会很甜 而这些桃胶是做得非常软 在家也做过 它浸泡的时间要非常长 尤其是这么大个 真的要浸很久 它这个是做得几好 是完全不会硬的 今餐下午茶 我们吃了七款点心 一款小食 三个人买单是408元 总括来说 这里环境是不错 点心质素得几好 是做得几好味 员工也很有礼貌 虽然有一款点心很久都没有来 但也有帮我们跟一跟 价钱方面 在同楼环这一区 也算是几合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还没订阅的朋友 记得订阅 有你们的支持 我们就会继续拍多些影片 分享给大家 多谢大家收看 拜拜